食藥署在2月5號下午 接到台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表達台糖公司已經向他們申請赴苑 由專人送達的梅花肉片剩餘簡體 那經過前天的晚上 昨天到今天的凌晨 那我們就得到了最後的結果 所以已經確認是含有西布特羅 那它的量是0.001ppm 台糖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抽查了所有的漏竹廠 總共10個漏竹廠 那所有的血清剪體 毛髮跟飼料都沒有剪出 那同一天屠宰 那同時在信工屠宰分切包裝的 同批次的同品項 就是梅花肉片的這個產品進行檢測 那漏竹廠的一個檢驗結果 以提受體數並沒有減出 我們預判減出微量的西布特羅 是屬於單一個案不是系統性的問題